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母亲节快乐 祝我妈妈母亲节快乐 身体健康 继续越来越漂亮 我和妈妈和太太 祝母亲节快乐 今天就是母亲节 政府亦在本月五日起 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 餐饮处所每台人数上限 提升至白人 市民为了母亲节 都做了不少准备 提早到花去选购花束送给妈妈 他们买了什么花 又准备如何和妈妈 慶祝母亲节 买了都是紫色为主的花 康乃卿一定有 然后是吉林 有些玫瑰 我想成本应该大概三四百元 自己买开都知道成本 大概选什么花 都没有超出成本 一定是康乃卿 因为母亲节 花月代表母亲的爱 所以应该都是康乃卿 主要是准备送给自己妈妈和外母 我们预算是千多元左右 梁畜花 我想价钱比以往贵一点 其实都订了桌 应该是两家人一起吃 今年年初 第五波疫情爆发至今 香港各韩国业都受到影响 虽然疫情有所缓和 但现在花市市道又是怎样呢 成本又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时间 大家用钱方面 如果买这些母亲节的花 都会疏爽一些 我们估计起码多了三十个百分比 我们过往都是以康乃卿为主 但是现在都不是这么局限 一定是单一种母亲节的康乃卿 有百合、售球 甚至乎锚单、玫瑰 疫情影响了 那运输呢 首当其冲 过往我们一箱货回来 可能是一百元 现在差不多要收二百元 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们又怎样呢 我们又不能将这些东西 全部交给消费者 唯有我们希望薄利多消 尽量保持、吸引 大家开开心心 过这个母亲节